赵瑞迎来坏消息,刚刚离队就直接被替代 杜丰朱芳宇早有后手以往CBA的决赛里都是辽宁队和广东队的表演赛 两队伍也都是在决赛里面相互遇见 而今年CBA常规赛第二阶段还没开始多久 就直接迎来了以往的巅峰对决辽宁队对战广东队 这场对决对于两支队伍来说是谁都不敢有一点马虎的 毕竟以往都是在决赛里面相遇 而今年在常规赛就遇见了 谁能够取得胜利必然会在心理上和气势上双双获得一定的优势 再者说两队相互之间打了那么多年 也是让两队变成宿命之敌 而就在近期对决即将到来之际 广东队的后卫赵瑞突然之间就离开了队伍 而在赵瑞离开队伍并且马上布鲁克斯还没有归队的情况下 球队的外线和后卫线的位置就只能交给徐杰和胡明轩两个人去解决 当这样的广东队面对着辽宁队那样强大的后卫军 根本无法应对 毕竟如今的郭艾伦赵继伟和福格等人一起围剿的时候就会直接蒙圈 相比之下辽宁队肯定是直接占据了非常强烈的优势 而广东队明显就直接出现了一个短板 毕竟无论是比赛节奏还是内线上的一些问题都将会被直接放大 这就直接让辽宁队在即将到来的这场辽阅大战中率先取得先机 但广东队真的就这样束手无策了吗 杜丰的老练也是不凡 对于这个状况就好像早有预料一样 他对于这个状况也是做出了准备 就在近期晚上10点的时候 曾经的中国青年队主力1999年出生的汤杰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表示感谢杜丰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对他的帮助 并且表示自己将会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承诺未来会给这个团队贡献出更大的能量 他在此前代表福建队打过两个赛季 积累了大量的CBA比赛经验 上个赛季还入选了CBA的全明星赛的新锐赛 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甚至在中国青年队的时候也是出战过多场的国际比赛 而考虑到广东队目前的情况拥有了汤杰的加入 宏远队也是拥有了不小的助力 汤杰的战力如果是作为赵瑞等人的替补那 必然是毋庸置疑的 再加上拥有杜丰这个十分擅长雕琢新人的教练 这样充满着无限潜力的汤杰在他手里将来 也必定会大放光彩 这样一来就直接解决了宏远的后卫线上的危机了 这就使得广东队在本赛季的争冠道路上 不仅新增添了一个王牌的国首级后卫 我们也是期待着汤杰能够早日迎来在广东队的首秀 不辜负杜丰对于他的一片信任 请不吝点赞订阅